我要拍這裡之前 我們泡這一球都這麼烈 超划算 本期節目由 2025貓日曆 早鳥超划算 贊助播出 我們好愛跟PACS聯名喔 365天都有可愛貓咪照片 搭配特色閒音跟笑話 讓你開心度過每一天 現在期呢 到9月5號是我們的 早鳥超划算優惠活動 數量有限 部分組合已經售完囉 大家又強又快 趕快去資訊欄裡面看看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黃俊傑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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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大家知道 這個東西嗎 這個啊 就是我們在超市啊 看到一整排 各種深色的名字 然後看起來就是 各式各樣的藥酒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 要把它買來喝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只有我阿公那麼會想要買 媽 妳有喝過嗎 沒有啊 妳有喝過嗎 沒有啊 也沒有喔 摔好 我就把我覺得好奇了 都買回來 好 大家知道 就是 是不是買了奇怪的東西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 他們到底是生不味道的 好 來 第一個人就來試試看這個 五家啤酒 它是雙鹿五家啤酒 酒精濃度 34度 這怎麼酒濃度那麼高的呢 超濃 然後一罐141塊錢 給它開三罐就醉了 它是高粱酒 加糖啊 紅麴啊 一堆五家啤什麼的 中藥展製成 噁噁 直接喝的吧 不是套醉的嗎 沒有吧 直接喝吧 採管這樣吧 採管吧 這個量就是來採管吧 確實滿小的 噢噢噢 這個味道很重欸 首先是高粱的香味 再來就是一股很複雜的 各式木質調的香氣 很像那個滷肉的滷包的味道 啊 有點有點有點 登登 看起來是一個漂亮的火鍋色 欸 倒茶比它的外觀再更高級些 對 本來想像是怎麼會著急滷滷的這樣子 而且它現在遠遠的聞 其實是一個美酒的味道欸 應該是說甜味很重的感覺 對 所以喝這個時候是要一人一杯 然後嚇掉這樣 你應該是吧 太多了 它有使用說明嗎 沒有 噢 它入口是高粱酒 那個阿辣的感覺 對 然後再來是中藥粉包的味道 但是最後面有鐵味吧 而且是高粱酒的甜喔 好像收藥燉排骨 是不是 等一下薄那個藥燉排骨的料 那個感覺 六分耶 哇 你好高喔 我覺得喝起來有點 太像是料理用酒的感覺 對對對 我也覺得它是拿來煮湯 這好像你排骨加這餅就可以煮藥燉排骨 對對對 我是覺得它其實蠻大程度的 在中藥之外又保留高粱的香氣 而且蠻特殊的是它加很多中藥 那中藥的感覺好像是一個一個出現了 好像是 對喔 先喝到一個木頭 然後再喝到當歸 最後是不是有一個枸杞的甜 對 一個一個出來 其實體驗蠻特殊的 難怪它可以再加上賣這麼久 是這樣嗎 不是嗎 平常是也不會想買來喝啦 不是嗎 下一個是鹿龍酒 這個是25度老闆米酒頭混的 有鹿龍啊 當歸啊 什麼一些藥材之類的 然後一貫是96塊錢 欸欸欸 一個瓶 鹿龍 欸 沒什麼太臭鼻的味道 不是那個 那個 中藥味啊 它部分美容吃起來都是一個味道 這個跟剛剛的五家啤酒一樣 也是一個黃合色 聞起來那個 跟頭味道更重 所以我覺得枸杞味很重 我跟妳說喔 我沒怕妳喔 就在那裡了 對 妳在那邊喝這個嗎 喔這比較沒有剛剛那個那麼嗆 因為它是米酒頭 欸這個還不錯欸 這個還不錯欸 莫名的有一點清酒感 因為帶一點甜味 好像 它的代糖 對對對 就是一個 一層東西附在妳的時候上的那種感覺 怎麼說 林卡克那個口感 5分 三層的感覺 妳不要好好喔 我剛剛仔細看一下 就是它裡面有加蔗糖素 那可能就是我喝那個代糖 那個口感是我比較不喜歡的 我一直就是覺得 我好像在喝一個什麼雞湯感 我就覺得這個包覆感比較不太自然 好啊 妳也不喜歡那個嗎 這罐收得好像很淡 還是25度欸 每罐都這麼濃嗎 來個不一樣的 紅露酒 紅露是什麼 欸 它比較單純 它就是米跟紅麴 這個酒進滾盒這樣子 然後這一罐只要40塊錢 一過全水還要便宜嗎 沒錯 我喜歡連紹興酒的感覺 喔妳說它是煮菜用的酒 不曉得 但是我從來 我家從來沒用過這個 這酸甜甜的味道 這還在吃那個 紅糟鴨 紅糟鴨怎麼會的味道 我買的超愛的 不錯 酸酸的發酵味 變當酸的 哈哈 我剛剛吃炭 這個發酵味 沒錯 意外的清爽的顏色欸 欸 是一個更淡的琥珀色 我以為是紅色的 給我帶大杯 好像是 對 這邊幾度 14度 約點 14度也很高 好強 放下去是酸的 我還在吃上料臭料的東西 哈哈哈哈 這真的是 紅糟鴨的味道 我小時候很常出現 偷秋下隔 偷秋下隔 有這麼嚴重嗎 就是 然後會再重一點 那個樣子的時候 重一點 對 然後酒味也再更重一點 有點沒辦法喝第二口欸 酸敗感的聯想 嘿 這會讓你覺得有點反味 而且它口感是很水的 又更衝突的一點 一般兩次 太低了吧 對我來說 這就是童年回憶的味道 然後我甚至覺得 它就是比那個味道 還要更平易近人一點 因為沒那麼酸 也沒那麼酒 然後甚至帶了一點甜味 就有點像酒釀湯的感覺啊 那個米發酵 也是見得很像這個味道啊 再來一個是 竹葉清酒 它是高粱酒加糖加 麻竹葉 然後加一些中藥 若桂丁香 薄荷腦 這涼的嗎 你不是看起來像這樣 用來就是 這個 它好煙的 哈哈哈哈 它好煙的 它以為吐煙嗎 然後這一塊 就是高粱漲氣 就是35度 170元錢 這個比較貴欸 有肉粽的味道嗎 寮仔的咪 寮仔 寮仔 然後就是那個 公寮裡面的味道 就是 公寮裡面的味道 灰塵的味道嗎 那個土 灰塵 木頭 然後潮濕 藥乾不乾的味道 那一般人誰會聞到公寮裡的味道 就是這個味道啊 你要外面 看起來是一個茶的顏色 清清亮亮的 什麼要如何啦 煮葉 有嗎 後頭 有喔 出風 後面出現了 在最後面 我喝在小果嗎 有啦 這後面是肉粽味啊 我終於喝到一個 我覺得不是用來煮菜 這個好嗎 這不是用來煮菜嗎 啊不是嗎 我覺得這個感覺是 真的可以直接喝的欸 它沒有那麼重的 奇怪的香料味啊 嗯 對 中藥味比較少 就是那個煮葉的味道 一直圍繞 只有五分 我有這麼高 我是目前最高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煮葉性啊 一喝下去之後呢 就是煮葉的香味 柔和在你的鼻香裡面 之前有一些什麼 加太多東西 你就不知道你自己要喝什麼 但是這個就 確定 不是竹子 哦 如果你是一個非常喜歡 肉粽味 之類的 你就會喜歡這個 換個口味 芒果雪化瓶啤酒 好 很可愛欸 這好富補喔 7.7% 你已經忍 在我們家 今天這場裡面 算是蛋滷水 它就是芒果雪花冰嘛 所以看起來就是 芒果農桌汁 加一些煉乳香料 之類的東西 這也不錯啊 芒果很甜膩的芒果味 芒果醬的味道 它顏色也是喔 真黃色 有點混濁的感覺 好甜喔 芒果酸欸 有酸嗎 芒果醬 芒果醬 好甜喔 好甜喔 我覺得唯一美中不足的 大概就是煉乳的香味 稍微低一點點 不然我可以點更高分 欸這個 7.7%欸 蛤 它甜到有程度 1.9味都沒有 蛤 蠻恐怖的欸 嗯 花瘋一轉 深紅酒 然後蝦皮會有一個 濃濃的人參味道 中藥店的味道 欸 它帶點是苦味的欸 這個我最會忍生啊 嗯 可以說是非常有研究 我在之前考學測的時候 我阿嬤每天都去 那個中藥店 抓一片片人參 要讓你咖啡嗎 還讓我咖啡 掉屁喔 掉屁喔 欸 基本上跟鹿龍酒是一樣的顏色 不要那麼咖啡 蛤 這樣欸 老闆好爛啊 不喜歡人生那個苦 可能真的跟每個人的成長力 超有一點關係 這就讓我想起了 當初在偷 對我來說 這就是一個 好學生的味道 爐酥的味道 哇 那更苦一點了 就是在剛剛 鹿龍酒的基礎上 都加了一層 人生的那個木質調 帶點苦味的香氣 對對對對對 但是一樣有人生就是 喝完會回甘的特性 你有沒有喝 欸 有沒有變高了欸 它是有那個 甜味劑 包舌口的感覺 啊 我跟你講 那個是我不喜歡的 雖然我沒有很喜歡 那個人生的苦味 但是我覺得它的回甘 是我意外覺得 還不錯的地方 喝到現在 這個是唯一就是那個 回甘的感覺 最明顯的酒 很好暈喔 糟糕了 你快不行 作為一個能夠節制的成年人 現在已經該贏了 我沒有想到他們都這麼烈 都是高粱 都很酒醜 下一個 洋蔥紅酒 這對我來說也是有點 歷史遠遠 你這樣好喝過 好 開玩笑 我爸以前不知道怎麼還聽到 然後洋蔥紅酒很健康 然後我爸那時候都會拿保鮮盒 裡面切一堆洋蔥 然後拿紅酒去泡 好 所以你家是 洋蔥什麼酒 自己做的 所以我看到之後覺得 啊 有現成的 好方便喔 然後這一塊10.5% 特價299 所以它說會有一個辛辣味嗎 不知道 他說不能喝 欸 紅酒燉牛肉還是什麼 洋蔥炒軟的味道 絕對是 一個肉的料理 配牛肉的醬 感覺很像飯 不像可以直接喝的東西 裡面是不是有黃肉燥 哈哈哈哈 它是料理味啊 是紅酒的顏色 噔噔 就是紅酒和紅酒一樣 欸 喝進去之後反而 有有有 還是有 還是有 剛剛喝下去是紅酒的味道 剛剛喝下去紅酒 後面全都是洋蔥 但是不會辣 沒有 洋蔥味不在 洋蔥那個甜味 有一點點那種像腥味的感覺 刺激刺鼻的味道還在 你這個到底是要玩幹嘛的啊 這個比洋蔥更能 完整體驗洋蔥的味道 對 這很奇怪 你知道嗎 從生的到熟的 都可以非常 一瓶酒裡面出現 嗯 沒有 太高了吧 我剛剛不是說那個竹葉青 有一個竹子的味道 對 對 對 你喜歡嗎 對 但它給的其實不是竹子的味道 它是肉粽的味道 但是這個 洋蔥的一身 洋蔥的一身 你就是喜歡這麼有深度的作品 所以你一開始聞它的時候是 然後經過料理的洋蔥肉燥 然後你最後喝下去的時候發現 是生洋蔥 新鮮的洋蔥 這是完整體驗洋蔥的風味耶 我好想要就是跟著你的評論後面講很多評論 但是我現在腦子動不在洋蔥 我現在腦子在這邊 洋蔥洋蔥洋蔥 然後腦子給100顆洋蔥在那邊旋轉 除此之外真的是沒有其他的食物 而且很順 你知道嗎 就是搭建很適合你如果要把誰灌醉 對 這個口感是對的 但是味道是錯的 我覺得它應該蠻適合拿來煮菜的啦 我煮菜嗎 你那個燉飯就不用炒那麼忍住 但我現在吃過 就聞這個味道就可以了 下一個 下一個就剩9.9% 它這個呢是鳳梨酷樂皮 它特別講到要把它冰冷凍 搖一搖會到處冰沙來 它會說請勿冰太久 小心會爆罐 超級困擾 他只要逼死那個買的人怎麼樣 這罐已經進出冷凍庫散次了 所以我現在就把它調整到一個 表面有點結霜 就還沒有爆炸的狀 好的 所以接下來我就把它搖一搖 嗯 有嗎?看得到嗎? 嗯!有啊 有一點顆粒感 噔噔!大家看到 上面有浮沉冰沙的感覺 嗯 哦! 鳳梨糖漿味 鳳梨糖漿味 你不急於玩對不對 其實鳳梨糖漿味一濃 就會很像鳳梨酥的味道 真的 我就想說鳳梨酥的味道 怎麼一股麵包味 哈哈 它有加什麼奶油 有它有加椰奶 好難怪啦 有的椰奶味 難怪我覺得很香 你覺得很香? 我很喜歡椰奶味啊 超級像鳳梨酥欸 哦!滿酸的欸 你全部吞下去之後 它那個椰奶味欸 超香的 沒有!一路口就是吃 鳳梨酥的味道 哈哈哈哈哈哈 想不到一個飲料 可以這麼完整的重現 鳳梨酥的味道 對!它不像叫酷勒什麼的意思 鳳梨酥啤酒 它會覺得它好像有點超像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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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口 欸!你為什麼這麼高? 就是其實我本來以為 它會超級甜膩 結果它其實意外的那個酸味 跟一點點的苦味 是有表現出來的 就會有點底下那個甜 但我滿喜歡它那個 微微的碎冰沙感欸 很微量的口感的變化 哦!我這7分喔 嗯! 是沖衣分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本身就是喜歡 衝擊感跟驚喜的人 這個就是鳳梨酥本人 他有跟什麼鳳梨酥老店 你也比 很衝擊啊欸 我屬於鳳梨酥本格派 你就是要咬下去 然後有那個鬆軟的搭配 然後掉到桌子 再次吃鳳梨酥 下一個龍鳳酒 大家一定很好奇 這個龍跟鳳是什麼 對啊 我仔細看完之後 我還是不知道龍跟鳳是什麼 它是米酒唐當灰 熟地擋身 等等等等 都得中藥材質成 也是一個中藥酒的感覺 然後上面寫 喝酒有到 破壞不到 酒後不蓋車 安全我好唱 嘿嘿嘿嘿 好酸 寫得錯 這部分蠻龍鳳的 34度 每個都嚇死得很濃 這個 是一個更深層的琥珀色這樣子 我在拍這集前 我拍這集酒都這麼貼近 我以為都是個 10度20度這樣子 天真 每個都三五十度的東西 你覺得是阿費 喝完還可以工作 謝謝你 好甜 喔 也很甜欸 糖漿桿 嗯 欸 好甜 這個是不是喝到最甜的 很濃 然後酒味很皺 然後 那個甜味也很強 很像是中藥版的感冒糖漿桿 感冒糖漿桿 對對對 誰在喝這個啊 幾分 偏低一些 對 可是我覺得它太 太濃厚了 嗯 然後那個甜味 這是突破一些技巧 那它好像也沒有什麼 比較特殊的味道 就是跟其他人比起來 就是一個比較基本的中藥味 但是就是 整個都濃厚都不行這樣 我覺得有點 無法負擔 嗯 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葫蘆啊 再來 什麼水 葫蘆白蘭地 哈哈 你知道這東西誰會有嗎 技工跟土地沒有 我跟妳講 不知道我現在有多激動 我家以前就有一個這個葫蘆 擺在玻璃櫥櫃裡面 然後都沒有人去動 所以它是經典酒瓶嗎 所以我從小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超名貴 現在拿豐富才可以拿出來喝 對 有客人算要客人來的時候 所以我之前突然都想不到 去買它回來 結果我昨天去那個超市一探 640元 好像還好 好像還好 我想問為什麼要把它把它包在這塊裡 超值的耶 它那個640塊 有300塊都是拼著錢 不合了 怎麼打開啊 這樣直接拔起來嗎 霧塞而已的 這個湖這樣 這個湖這樣 什麼 蛤 我直接喝啊 蛤 你剛剛對嘴喝嗎 像這個技工那樣嗎 你還是要讓大家看看它什麼顏色 我還在那裡 有 他記得在拍影片啦 就是買完第一個漂亮的琥珀色 其實比起葡萄酒 我覺得它給我感覺更像什麼 威士忌啊 什麼之類的味道 確實是類似 它趴數也很高吧 40度 對啊 是蒸69嗎 我們結束 要結束在一個40度的東西 辣 辣 這個技工裡面放的應該是白開水 他這樣一直喝 他是技工裡面真的做喝這個 笋鮮耶 真的要來打個一隻 一個 我這個六分 全部都是給這個 我知道 我覺得這拿這個葫蘆喝酒是不知道多少 還只有我 阿公阿伯 從我們的飲酒習慣來說 就是40度的酒實在是太烈了 你其實喝不出來什麼味道 很濃烈的酒間辣味 很刺激的味道 但是 這個包裝實在是 瓶子實在是太棒了 太喜歡了 拿一張水魂吧 好 今天喝了很多奇形怪狀 我們平常 絕對不會去買酒 來喝喝看 對 哪一個你覺得無法接受 你不會再喝第二次 我覺得等下葫蘆酒 什麼 蛤 它真的太辣了 那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我覺得Maybe是洋蔥 洋蔥 我一開始對它不期不淡 我覺得它還是一個很詭異的味道 意外喝了以後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順暢的 怎麼說 你可以一個很舒適的環境 去享受一個驚喜 對 你的感覺 然後我也覺得很值得 所以先給朋友 甚至拿來料理 我覺得都不錯 那另外一盤 你最沒辦法接受 我覺得是這個 芒果雪花冰 太扁了 太扁了 融化雪花冰的技術感太強了 那你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 其實是這個 森榕酒 好舒服喔 有一點苦苦乾乾的味道 對 有一點苦苦乾乾的味道 我最不喜歡的 我覺得是這款 紅鳳酒 它那個木質料的香味 其實在很多款酒裡面都有 就是中藥類型的酒裡面 都有類似的 但它那個甜蜜感特別明顯 我沒辦法接受這樣子 然後 最喜歡的 因為我是很喜歡 特殊 那我有驚喜的東西 洋蔥也讓我很有驚喜 鳳梨酥也讓我很有驚喜 鳳梨酥也讓我很有驚喜 然後這個瓶子 我真的很喜歡 好難抉擇喔 透明奇妙 我覺得我應該 還是會選洋蔥紅酒 真的是 洋蔥的一生耶 你不談紅酒 你就只談洋蔥 它可以讓你品出洋蔥 在各種不同的階段 各種不同的風味 我覺得很厲害 好的 今天就到這邊 不行了 不行了 好麻煩 都好烈喔 它是最少25度是什麼 很精力 你是誰在喝喔 拜拜 本期節目由 2025貓之力 早鳥超划算 贊助播出 我們好味跟Podcast聯名喔 365天都有可愛貓咪照片 搭配特色顯影跟笑話 讓你開心度過每一天 除了辦公室小物必備的 華麗收藏組之外 這次還有以秋葵為主題的 珍愛秋葵組喔 還有經典秋葵表情 蛤刺繡T-shirt 還有超可愛的 摸渡秋葵公仔 讓秋葵陪你度過 2025有趣狗秀的每一天吧 現在期呢 到9月5號 是我們的 早鳥超划算優惠活動 數量有限 控算足夥已經收完囉 大家要強又快 趕快去資訊欄裡面看看吧 趕快去資訊欄裡面看看吧 好 喔 你忘記自己的餐 不想把你 不想把你 寶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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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